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荣和易金 金刚金 道德金之金髓为一体 汇聚如 世 道之大成 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之结金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 宇宙奥秘 好 接下来这个单元请大家看讲义 第一百零二页第二段 宇宙从空的大爆炸而现油 即从空生油 再从油转空 无不是客体环境 沉住坏空的空有循环 无始无终 同时 生命主体之生住易魅 易随之生生魅魅 生魅不移 宇宙啊 从空的大爆炸而现油 从空生油 然后再从油转空 也就是空有循环 而且循环不移 这就目前在尖端科学内天文学家所认同的 已经符合中道实相了 这里告诉我们的 从空到油的过程中你 以客体环境来说啊 它的过程演变呢 就是所谓的沉住坏空 刚刚刚我们提到空变油 空 形成油就是沉 沉就是形成 形成了以后呢 住啊 就是安住 如同前面所说的 它有它的生命期 以人来讲就是寿命 所以它的生命期呢 多久就是它安住的时间 到最后久了以后啊 生命期到了 它就要坏 坏呢 就是从油要变五了 到最后呢 就消失了 以宇宙来讲就是所谓的大爆炸 爆炸以后又变空了 那空又形成 这个叫空有循环 而且无始无终啊 这个就是 我们用现象来说啊 其实这个宇宙是属于物理现象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生命主体 我们生命里面呢 有心理现象 以及生命里现象呢 那生命主体呢 的心理现象呢 我们称为生住异昧 念头起来了 没有安住一秒钟 我们的念头又变化了 然后呢 随着这个念头就不见了 这是我们念头世界的心理现象 所谓的心理现象 所谓生住异昧 所谓生住异昧 那我们的生理现象呢 就是所谓的生老病史 我们的母亲啊 很辛苦 怀胎十个月 帮我们生下来了 那从小到大呢 然后从大到老 到病到死 这是我们肉体的生理现象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无论是物理的现象 所谓的成住坏空 或者是心理现象的生住异昧 乃至肉体生理现象的生老病史 我们用真理去了解 其实是生生妹妹 生妹不已 尤其我们的心理现象 我们前面呢 用另外一个名词讲 灵体不妹 灵体离开了肉体 灵体又展开另外一起的生命 又是展开另一起生命的开端 所以呢 生了又妹妹了又生了 无始结以来叫生妹不已 那这个宇宙环境呢 我们所谓的一报啊 就是所谓成住坏空 那我们的正报 以生理结合心理 这个叫生命主体 就是所谓生住异昧 要具体告诉我们的 就是它是循环的 而且呢 是无止境的 无始无终 好 我们再请看一下吧 宇宙以生命 从无形的能量 到形成有形的物质 宇宙以生命形体 他们既无构境 好坏之卑 亦不会增减 无端消失 只会相互继合 或分类转化 宇宙 就是所谓的这些 物质上的 那生命呢 是灵体上的 无论从物质的角度 或从灵体 生命的角度 以整个大方向来看 宇宙或生命的形体 都是从无形的能量 而转到有形的物质 这过程中的变化 没有构境 好坏之卑 这个构境好坏 是我们旺心的念头 在分泌 在过程中 没有这些因缘在 而且这一切没有增减 也不会无端的消失 记得上一节课 我们有简单的一个比喻 我们从东边的这一堆土 印到西边 那印到西边以后 土的重量会减少了 但是以整体来看 这些图在这个地球上 并没有增减 也不会无端的消失 这个就是有整体观 我们有了实相真理的概念 我们势必很容易建立在 这个正确的观念上 所以这一切现象的变化 只会相互继合 或分裂转化 像一堆土 载到砖窑里面 那经过高温烧了以后 就变成一块一块红色的砖块 这个叫相互继合 像我们建筑用的水泥 也是从山上矿石採下来以后 经过工厂的分裂转化 变成连着性很高的水泥 这是以矿物来讲 那以我们人 肉体媚了 灵体不媚 这个灵体离开了肉体 展开另外一起的生命 灵体离开以后 它的念头 如果是善念 就变成在善道 恶念念就在恶道 那恶道里面 我们又分为贪嗔痴 那如果贪的念头最强 它离开肉体以后 不会无端的消失 就像这里讲的 会相互继合 因缘继会 而转化成恶鬼像 今生是人像 那一口气没来 灵体离开了肉体以后 是贪念最重 它自然会转化成 另一类的像 那这一类的像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名称 叫恶鬼像 那我们要记住 老子讲那一句话 名可名 非常名 名称只是一个方便的表达 那你知道贪念 变的那个像是不好的 比人像还差 那你春年呢 就变了第一像 那更差 那你可以不要叫它第一像吗 可以啊 你叫它天堂像也可以啊 名可名非常名啊 但是你势必要用这个假名啊 来做一个善恶的分泌 让我们知道 这些灵体转化的像 它会变成更好还是更不好 我们从这里要学习到 为何名可名非常名 有这个名称 但是你不要执着这个名称 所以相对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 第一个道是无为 第一个道是有为 你有分别执着在念头里面 叫可道 那你无念无为的道是 第一个道 所以第一个道是无为 第二个可道就是有为 那有为 那有为就是生命 所以非常道 它就不是常 第一个道是常 可道就是非常 常与非常 就是义与不义 就是义经讲的 常就是不义啊 那非常呢 就是便义啊 那个叫义啊 那以金刚经来讲 就叫体相用 所以如是到三教 同一时象征里 我们每一个教啊 以三个字代表 就可以印证三教同根同源 义经 如教代表义经 就是义不义 事教是佛教 体相用 那道呢 是老子道德经 叫道可道 各提三个字 实相遵理出来了 我再重复一遍 义是会变 不义就是不变 不义不变 就是金刚经讲的体 就是老子道德经讲的道 它是无为法 那义经讲的义 就是便义 就是变化无穷 那就是金刚经讲的相用 相啊是生命的 佛陀在金刚经最后告诉我们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佛陀也告诉我们 体要透过相才能起作用 这个是体相用 那道德经讲的 可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生命法 就是体已经变成相了 它已经变成生命法了 所以呢 它是非常道 已经无常了 无常就是生命 就这么 实相真理是很简单的 不复杂 但是它道理深到末不可测 当我们善巧方面把它讲出来以后 你才知道 如是道三教同根同源 五千年来到现在 大家还一直有绵护己见 请问原因何在啊 就是所有的人 有缘啊 去研究这些 都是用意识心 都是用念头 把这些无为法变成有为法 所以才有绵护己见 没有办法弥平 我现在一直强调啊 后面我们即将要讨论到 未来二十一世纪 完美的科学在东方 那东方完美的科学在 物质科学要融入精神科学 精神科学刚好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代表 就是阴阳五行 甘之血 易经八卦 具体来讲就如是道 那这些如果大家不回归到无为法 那融入有用吗 虽然科学家知道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结果他还是用念头的无为法 来认识阴阳五行 来认识甘之血 来认识易经 来认识如是道 那还是没有尽到真实的无为法 第一个 三教的名乎己见 还是没有办法弥平 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科学家虽然知道很难得 要把这个融入物质科学 但是还是在有为的生命里面 在那边转来转去 转到最后还是不归路 所以这个观念极为重要 我们一直在真道学呼吁 透过网络 希望这个真相早日让更多人知道 这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人类要和平是不容易的 但是不是不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实相真理 什么时候展开 什么时候就有了 那如果展不开呢 就像这里讲的 这个地球要经过层出怀空 我们要全部转到他方世界 然后在形成以后 再一次人类的在地球出现 或许圣者会再出来 那时候人类看因缘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以我们生命法来看 那是时间很长很长 而且遥不可及 甚至莫不可测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当下 我们知道 为什么不赶快地提出来 这是大公无私 无非法里面没有你我而你私情 如果还有这些的话 那是标准的有为法 所以我们站在佛法的角度 尤其在《金刚经》里面 在《华元经》里面 在《任年经》里面 这些无上的顺身为妙法 这些经典 佛陀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人呢 用念头学了以后 都是活在意识心的 一种意识立场里面 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接受《易经》 没有办法接受《道德经》 自己拥有这样的经认为 这是至高无上的 当然这是好事啊 但是十项真理就从这里印证 没有入 没有入没关系 你认为你已经误入十项了 但是到最后你得不到完美的结果 你会认为说你要得到的 但是到最后你的灵体离开肉体以后 不是你生前所想象的 事与愿违啊 那已经都来不及了 这个才是我们生前在与当下最重要的 普天下的人有善根修行 哪一个人不愿意要这个 我相信了解任何人都要 我相信了解任何人都要 但是因为就是没有人弘扬 没有人真正把他讲开来 那我们现在把他讲开来了 我们当然要透过各种办法 让有缘人了解我们没有目的 我们不是要招募什么人 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的募款 不是 但是我们这样敬奋地做 至于结果怎么样 那是众生的福报 我们没有得没有失 但是我们会秉持这样的一个 非常健康的心态啊 用无为法来看这一桩事 会更积极地来这样的弘扬开来 那像我们在座的修学同学 我们积极地扶持 这个就是在佛本里面所讲的 所谓的无量功德 因为我们大功无始 这真理就是从这样来的 好 我们再浅看下文 因缘济则生啊 因缘善则昧 一切生命乃起源于生命主体 客体环境是时空条件的改变 唯不论因缘如何改变 一切存在都是心物合一 一切生命之生命以宙 这一段啊 原系上面所说的 一切现象呢 会相互继合 而分类转化 相互继合分类转化呢 就是因缘的变化 强者为因啊 弱者为源 因缘继合呢 就会生起现象出来 那因缘呢 条件不计足 分散啊 这个现象就会消失 这个叫做 缘济则生啊 缘善则昧 那晕缘呢 是在于 哪一个是因 哪一个是缘 力量比较强的就是因 力量比较弱的就是缘 那像我们人 活在当下 你每天起心动念 你的念头里面 有的念头很强 比如说 我大发雷霆 很生气 那你今天呢 也有很爱心的一面 那你呢 将来啊 要主导你这个夜报啊 强者为因 因为你很生气的念头很强 他会主导你 称分心变第一啊 虽然你也起到爱心 那个爱心比较弱 它起不了作用 所以强者为因啊 弱者为缘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缘啊 往往是分不开的 那哪一个是因 哪一个是缘 主位记住啊 这句话 你就一目了然了 强者为因啊 弱者为缘 因缘济会 就会生起 那这个因缘呢 以我们人来讲 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那缘呢 就是我们一切的造作 因缘善则媚 一切生媚乃起源于生命主体 起源于生命主体 就是我们这个灵体啊 是主人 有这个灵体的投胎啊 这个护经母血的因缘结合 才会生起生命的开端 所以我们知道啊 男女有缘结婚啊 这样的一个因缘呢 精缘的时常会相依的 但是为什么不会怀疑 因为中阴生啊 没有投胎 没有投远来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生命体啊 它无法存在 也变成说 我们这个 精缘的结合啊 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主体 因为主人没有来 只是物质的结合啊 它是条件不能成立的 所以呢 这个主体客观环境的时空条件改变啊 那一改变啊 比如说有的人 怀疑一段时间就流产了 所以精缘结合啊 但是主人呢 阴眼不记住 他离开了 所以这个受精缘啊 无论他怀孕多久了 有的人三四个月啊 胎儿已经成型了 结果呢 主人离开了 这个就不存在 他就流产出来了 所以这是主体跟客体 客体就是妈妈的肚子 这个胎儿 这个是客体 那主体呢 就是灵体 这种时空条件呢 改变了 灵体有时候 它阴眼不记住了 改变了 所以呢 这个客体环境啊 就没有办法存在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不论阴眼如何改变 一切存在都是心物合一 就是生命宇宙 就以刚刚我们讲的 孩子投胎啊 那个灵体是心 祖床在主宫啊 那个胎儿在花艺 那个肉体就是物 所以呢 一定要心物合一 它才能 条件技术 就以我们刚刚讲的 有的人 怀孕啊 没几个月啊 就流产掉了 但是主人呢 有阴眼变化 他又离开了 所以呢 这些因素呢 我们从这个比喻啊 你可以了解 所有的一切 包括大道宇宙 那小道我们一个 小生命体 像小小的昆虫 我们常比喻的 水中浮游 乃至到根本处 我们前面讲的 情与无情啊 同源种子 每一样东西 都有一个生命体 但是生命体那个族啊 一定来自于 灵体的根源 那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从我们的心灵 变出来的 那心灵的源头是平等的 但是 心灵的源头 变出来之末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七十亿的人 有七十亿种不一样 无念啊 无为变成有为 有为就千差万倍了 就无法控制了 好 这一节呢 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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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